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一看東部戰區19號開始台島周邊軍演後 海軍多手的驅逐艦、護衛艦、導彈快艇、空軍遷擊機、轟炸機、干擾機編隊、 火箭軍常渡火力單元等任務兵力快速向預定區域機動集結 展開作戰部署 軍事分析人士發現東部戰區作戰部隊這次 在台島北部、東部和西南區域的演練內容不同 說明了位於三個方向的部隊各自擔任的任務也不同 根據相關的報導分析 解放軍戰時在台島北面更多的是進攻、打擊 而東面就是封鎖、區域拒止 在西南方向主要是反潛 在台島往北海域 解放軍、驅護艦採取快速機動策略 以隱蔽方式佔領、優勢陣位 並且無以殲滅敵方海上目標的過程 而在台島往東海域解放軍就無以超視它打擊 近距離反擊戰的過程 在台島西南方向 水面艦艇和反潛直升機早望見鏈 構成海空立體聯合反潛體系 對水下目標展開廣域搜索 對海宜目標快速多元驗證 展開無以攻擊 同時導彈艇部隊和岸道部隊 以及電子戰部隊和貫通部隊 就隨時保持警惕追蹤海宜目標 專家認為演練的具體貨目十分貼合實戰 因為如果台海發生戰事 台軍艦艇集群很可能重點部署在台島北部 可能作為最後逃跑的生路 而在台島的東部方向 就可能出現域外力量 也就是美國和盟友介入等情況 所以需要訓練超視距海戰等貨目 至於台島的西南和台灣海峽 可能出現不明身份潛艇混水摸魚 試圖干擾行動的情況 因此有必要進行反潛和全程跟監 再配合解放軍、火箭軍的常規導彈力量 就可以實現對台島的全面包圍 對敵方的全面打擊 以西南方向為例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 由於這個海域靠近巴士海峽 海水較深 起著連接台灣海峽和西太平洋的作用 所以美國和盟友的潛艇 經常都會通過這個通道進行水下活動 這次解放軍將反潛重點放在西南海域 體現科學性和針對性的統一 也是平時連維戰思想的重要體現 從這波演練任務安排來看 東部戰區的訓練就是面向實戰 面向台向可能出現的變動 訓練過程突出全向圍堵 抵近捨壓 這就是要向島內台獨勢力發出清晰警告信號 而在東部戰區發布的視頻中 還出現了轟炸機帶彈起飛的畫面 轟綠系列轟炸機掛彈狀態升空貼近實戰 在警巡染份任務條件下 解放軍戰機群可能會演練對轟綠轟炸機的護航 而轟綠既然已經是掛彈升空 就不排除也會無意對海對地打擊過程 根據環球時報的網站報導 這次機群無意了配合海軍艦艦力量 對敵方精巡艦機展開打擊的過程 軍事專家宋忠平就說 解放軍塑造全向圍堵進逼之勢 也就是說全向圍繞整個台灣島實施涉戰 在對台軍事鬥爭期間需要考慮的 是讓台獨分子和域外勢力 沒有任何的可乘之機 不留任何的餘地 這就需要全向攝戰 全向迫近 對進出台灣島的各種軍事裝備 無論是台軍還是美軍都要壓制 確保解放軍對整個台灣島制權 包括制海權 制空權 制天權 制信息權 制電磁權等等 也就是說解放軍要做到完全一面倒的壓制 令對方沒有任何反抗的可能 從東部戰區發布的現場照片和視頻可以看到 解放軍在這次的演習中 出動海軍多艘驅逐艦護衛艦 導彈快艇、空軍遷擊機、預警機、干擾機編隊 火箭軍常渡火力單元等部隊 背後也有多元情報信息支持 例如這次的演習中 導彈快艇、聯合火箭軍、岸道突擊群和電子對抗 關通部隊對敵軍機動目標實施全時追蹤和瞄準 宋仲平認為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伊托情報支撐進行協同作戰的場景 從廣義上來說 電子對抗、關通部隊都可以算作為獲取情報信息的作戰力量 任務中敵軍機動目標的實時情報由電子對抗、關通部隊獲取 作戰平台根據情報對敵軍機動目標進行追蹤打擊 另外一位軍事專家傅前哨就介紹說 多元情報信息是指各個軍兵種、不同平台所搜集到的情報信息 例如是衛星、偵察機、預警機、電子對抗飛機、無人機等 不同偵察平台搜集到的信息 這些信息平時始終都在監視 一旦需要採取行動 就可以立即分發給指揮中心和各個作戰單元 除了台島本身、周邊海空域和周邊國家相關的情況 也能實時監控掌握 總體上來說 東部戰區這一輪的行動 不單只是展示自己的立場和決心 也是檢視解放軍各兵總部隊 在實戰條件之下的戰鬥力、協同行動能力 可以說東部戰區類似這樣的訓練 已經是高度貼近實戰 另外看看國安機關再偵破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案 國安部再破獲一宗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案 正在依法展開審查 案件正在偵辦中 案情指正確的國家部位幹部 在日本留學期間因為辦理赴美簽證事宜 和一名美國駐日本使館的官員結識 對方通過請客和送贈禮品等 和郭某逐步密切關係 並請郭某幫助撰寫論文 承諾支付稿費 這名市管人員離任前介紹接任的同事 雙方繼續保持合作關係 郭某留學期滿之前 對方表明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身份進行策反 要求他返回中國之後進入核心單位工作 雙方簽署參諜協議 郭某接受美方的考核和培訓 郭某返回國家之後 按照中情局要求設法進入國家部位工作 在境內和中情局人員多次秘密接觸 提供情報並收取間諜經費 另外看看國台辦公布暫停台灣芒果輸入大陸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年說 今年以來 大陸海關從台灣地區輸入大陸的芒果中 折獲檢疫性有害生物 大洋電紋粉界 這種有害生物一旦傳入 將會對大陸農業生產和生態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為了從源頭上防範風險 海關總署決定自21日開始暫停台灣地區芒果輸入大陸 並通過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業議連繫渠道 向台灣方面通報 要求台灣方面進一步完善植物檢疫管理體系 有關措施是正常生物安全防範舉措科學合理 符合大陸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 最後看一看陸地探測4號01星 順利進入工作軌道 世界首火進入工程實施階段 高軌合成恐徑雷達衛星 陸地探測4號01星 經過四次變軌後順利進入到工作軌道 合成恐徑雷達天線成功展開 完成衛星入軌初期 飛鴻試驗主要工作 衛星供況正常狀態良好 後續將會繼續開展載軌測試等工作 陸地探測4號01星工程研製中 首次創新提出大口徑環形反射面天線 加上源震控桂圓方案 並實施工程化 同時帶動相關基礎理論 系統設計和精密製造等方面技術進步 這伙衛星可以服務防災減災和地震監測 國土資源嵌查和海洋水利氣象等行業應用需求 是中國目前行業用戶最多的遙感衛星 未來投入使用後 將會進一步完善中國天璣災害監測體系 豐富重點區域、觀測手段 全面提升防災、減災、救災綜合水平 大家好,石榴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去訂閱石榴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也可以看得流暢些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又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 各位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